学赛接下来是我们2023年 困了决61公斤级世界冠军金腰带资格赛 C组第二场半决赛 有请蓝方号称超级赛亚人谢博 有请蓝方号称三名炸药田洁 有请蓝方号称三名炸药田洁 confused 困军 61公斤级世界冠军 冠军 зад折组第二代S组蓝方选手谢博 绰号超级赛亚人今年22岁 他的对手天洁绰号三名炸药 今年23岁 本场比赛蓝胖拳手今年22岁 身高1米70 职业战绩15战打下13胜 5次击倒对手获胜 绰号超级赛亚人 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蓝胖拳手谢波 红黄拳手23岁 身高1米75 职业战绩42战36胜 29次KO获胜 曾经获得过巴基亚中泰国际泰拳比赛 60公斤级的泰拳冠军 代表三名是杰狼搏击 我们欢迎 这通三名炸药 前击 王源颖 青 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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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 没有手 没有手 没有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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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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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赛开始 这是我们C61公斤级世界团队C组的第二场比赛 直接飞膝 直接飞膝 我之前我是看过这个田杰的他的对战的啊 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一个打法的一个运动员 对我们从体型上来看啊 他感觉他比他的对手谢伯要要撞一圈啊 是 注意 到 到 到 听我口令 好 走 准备 快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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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两个人刚开始还比较紧身一点 对 又在 又两个西式相撞呢 这两下 看着都比较痛 对 确实是两个人想法想到一起去了 对 因为这可能一个眼神就一个动作 就想到一起 就是你预判了我的预判 然后结果 两个人在中路相撞 是 说两个这个从来没有打过的选手 现在就是还没有找到节奏 这时候我们看我们那个洪放啊 那个 他的这个进出就比较明显一些 对 嗯 谢伯尝试了几次这个拳腿的距离不是特别好 对 而且你看田杰他这个小动作这个这个正东腿 是吧 就是蹬在他那个小小腹那个位置 对 对 对 继续 继续 对 对 对 在力量上 田杰确实是有一点优势啊 对 因为之前看过他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全面一些 嗯 我们的谢伯你看他都打了他就像一个坦克型的啊 力量在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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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篮方选手谢伯啊一直在用拳在量这个距离啊 对 可能也是在找这个机会啊 对 找这个机会打进去 对 对 对 很开 距离良好啊 要有杀伤力的动作打出来 对 你可以多打一些组合动呢 一个如果你单一的打这个 这个这个重拳的话 可能被别人给躲过去 是 有杀伤力的 有杀伤力的 但是 力量不太够 对 如果再释放出来的话那就危险了 是 这个蓝方谢伯啊就是这个拳我感觉一直在收着点力量 高点 这个摆拳 1 2 3 4 确实打到了 应该打得没有那么实 对 你看 就像刚才说的 如果你抓这个机一瞬间崩 对 这一拳可能就结束了这场比赛 好 第一局结束 1 3 3 4 5 5 5 6 5 5 5 6 5 5 6 5 5 5 6 我们的裁判直接终止了比赛 这个是什么原因还不太清楚 是直接终止了 对 好 我们看一下裁判最后的判吧 本场比赛情况裁定 红黄选手弃拳 蓝方TKO获胜 恭喜谢博 这样的胜利的插进决赛 但是你好好休息 等着你的是泰国的猛人 接下来 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